大家好,我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志榮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輕能發展 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在今年年初 其實已經發佈了香港的輕能發展藍圖 為香港未來,我們在新能源方面 綠色能源方面的大方向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大家都知道輕能在內地已經很普遍使用 亦非常普及 舉個例,在廣東省的佛山市 現在公共交通方面的士及小巴已經在用輕 另外,我們看到內地亦有輕能的車 現在在路上已經在行駛 至於輕的車,當然要有輕的供應 在輕的供應方面,其實現在內地 亦都已經有製輕、儲輕、混輕的一條龍 供應鏈的技術已經相對成熟 亦都引領著我們全球輕能的發展 很多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輕能早期可能是日本 或者一些發達國家可能會發展得比較快 但近年大家都知道 我們國家正在推動綠色能源的發展 所以輕能的發展現在大大超越了很多其他國家 例如通過綠輕 即是用太陽能去製輕 在內地新疆和內蒙 其實亦都有很大的製輕基地 現在香港亦都在修建第一座的嘉興站 在今年很快就會正式落成啟用 我們都看到路上現在有很多 例如雙層巴士 特區政府亦都開始引入一些大型的車輛 例如一些洗街車都會用輕的 我們看到輕能車的發展 除了電車之外 將來看來會有雙軌發展的方向 既然有輕車亦都有加輕 但現在香港暫時未有 不像內地 就是未有製輕的設施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落實 香港特區政府的輕能發展藍圖 除了我們看到有應用和加輕之外 未來都要想一下 儲輕、製輕 會不會在香港可以有更多的落地 尤其是香港我們亦都希望 有更加綠色的環境 我們亦都希望香港 在現在國家高質量發展裏 在新執生產來的構建 輕能方面 香港在大學科研 以至應用方面 其實都可以做更多 去貢獻國家這一方面的發展 所以例如現在有輕能車之後 製輕會不會可以在香港探討這個可能性 或者特區政府會不會就著製輕的話 我們在土地或政策上 亦都可以提供相關一些政策支持 我想這方面可以大大助力 香港在輕能產業方面的發展 我想今天的分享先到這裡 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多關心 輕能產業的發展 我們一起去推動香港的綠色轉型